13万买车 一个车主他看了长安75plus和奇瑞瑞虎8 那么最终他选择了奇瑞瑞虎8 行驶了几千公里之后 并表示差距非常明显 有话有说 那他就他说的这两款车啊 我们就对比一下 看看有没有他说的差距那么大 先说一下他选择的这个奇瑞瑞虎8 434万啊 拿下2.0T自主研发的2.0T 可以说这台发动机非常不错的奇瑞瑞虎8啊 厂家自保终身 百万公里 非常优秀的发动机 绝对没有问题 开刀包废都不用修的啊 正常去保养 那么2.0T自盆无能夹发动机 匹配一个7档的 格特拉特的4四双离合变重箱 很好的一个双离合变重箱 品牌变重箱 那么扭矩390马力254 是一个绝对超高功率的2.0T 甚至超越了奔驰巴马奥迪啊 那么轴距是2700亿之毫米的轴距 前面是独立行挂 后面也是独立行挂 从发动机的参数来讲呢 动力非常强劲 那么再说一下 它没选择的 参75plus 有那么差吗 同样也是四三四万 就可以拿下 蓝金的2.0T自主研发动机啊 可以说动力也是非常 动力上就是质量靠谱性 也是非常好的 但动力上稍微差一些 它匹配的是一个爱新 8T变重箱 这台变重箱成本 要比这个六五八的成本要高一些 质量也稍微稍微能好一些 但动力上会欠缺 为什么 它这台2.0T 扭矩才达到360 马力才233 要参数要小一些 确实是啊 在开的时候 确实动力也会小很多 轴距达到了 连接七百一十毫米 也是前后都是独立行挂 那么再说完了发动机变重箱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 先说一下 它买的这个旗六五八 首先啊 这个旗六八 现在更新混贷二连二款了吗 是不是 驾驶感受比以前好很多 它这台车 稍微轻采一门踏板 就明显感受 动力非常充沛 如果说身材一门踏板的时候 吞味感十足可以说 因为它马力可能放的 254的马力啊 确实是非常强劲 隔音做的比以前好了 底盘扎实感比以前好了 就是整车的质感 要比以前好很多 但是 简直调教的还是偏硬的 这点是没毛病的 硬点是没什么大毛病 开启了 过弯的时候 卷卦支撑车身的晃动 都是 非常好了 提升了不少 主要是明显感觉到 它这个动力啊 要比以前好很多 隔音方面做的比以前好了 但是 感觉 它这个隔音做的 肯定是不如这个 XianQ Plus的 但是发动机动力 非常好 我认为这台车 它选择的是非常不错的 最起码神传件啊 你不用担心 不会出毛病的 你有看到 说到说 谁谁谁的 六虎八 三大件出毛病了 没有吧 是不是 只是说 它这台车的出点 弱点是 缺点是啥呢 就是 小细节上啊 一些零部件装配上 稍微差一点 装置工艺上 稍微差一点 容易出现异想什么的 小毛病 但是三大件 绝对是没有毛病 那 长安 七五 Plus这台车的 开停车质感 就是说 呃 细腻度啊 还有隔音方面 要比这个 六虎八也好一些 整车装置工艺 要更好一些 但是 动力上 就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没有很好的 强劲的动力 它不如这个 六虎八 那个开的那么 动力那么充沛 推背感没有那么强 毕竟 马力小一些嘛 但是整车的 内饰的用料做工 要比六虎八 稍微好一些 质感更好一些 就看你最近什么 如果想要很好的动力 你就选择六虎八 如果你想要 行车质感工艺上啊 那你选择 长安七五 Plus 都是不错的车型 相信 开过六虎八的 对动力上 绝对是都生了大拇指的 那么这两款车 如果让小伙伴们去选择 你们会选择哪一款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 有没有在 开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如果13万 让小伙伴 老铁们你们去选择 你会选择 七十五八 还是这个 参七五 Plus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弹幕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